在国产综艺领域 芒果多年来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前瞻 创新和审美都在线 总能恰到好处地拿捏住观众 比如2020年 当时青春油腻 创造营等素人团选综艺依然火热 但芒果并没有选择入局 还是另辟蹊径 打造了成名艺人团选综艺 浪姐 如今素人团选综艺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浪姐已经成功开播了三季 每季都是同期网综热度冠军 按照上下半年分别播浪姐和批哥的惯例 芒果应该已经在筹备浪姐寺了 和嘉宾敲定档期需要提前好几个月 在刚结束不久的湖南卫视和芒果的双平台招商会上 浪姐寺首度亮相 节目全称是《乘风破浪大美中国纪》 新一季节目将邀请24位姐姐继续发扬女性力量 除了五场棚内秀之外 还将新增两场户外实景秀 为祖国大好河山代言 值得一提的是 开招商会举办之前 皇上就曝光了浪姐寺的20位参赛姐姐 开博主后续又曝光了另外4位 而且这份名单和芒果的调查问卷拟邀名单完全相符 可信度非常高 24位姐姐分别是田镇 孙岳 契微 白兔的孙涵 黄丽玲 龚琳娜 亦利高禄 陈嘉华 黄佩宇 曾礼 谢依林 应彩儿 叶依倩 苏石丁 谭丽娜 陈然 王菊 晋梦佳 孟庆长 华潇依 铁香 福元爱 映儿和猪猪 从观整份名单 没有那位姐姐是完全不可能参赛的 而且阵容构成丰富 符合浪界这档节目的选人标准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如果该名单属实 那么其中6人是意料之中 5人是意外之戏 两位全新加盟的舞者值得我们期待 6人加盟和情理 田镇无疑是C位 田镇正在参加时光音乐会2 是节目中名副其实的大家长 后期非常有可能继续和芒果合作 浪界4 以田镇的资历 实力和人气 他如果加盟浪界4的话 浮夷将拿下最后的C位 这一点从节目官宣阵容开始 就会失去悬念 至于某些观众认为 以田镇的真性情 他不太可能接受浪界4这样的节目 皮特认为没什么不可能 因为时光音乐会2中的田镇已经非常温和了 比如田镇在该节目中能接受猜歌 点歌好友等剧本 而且对于明显实力欠佳的王大璐 还是给出了没想到唱得挺好的评价 所以他加盟浪界4是可能的 孙悦去年就参加过湖南卫视的春晚 而且曾出现在多个浪界3的你妖版本中 只不过后来脚受伤了 浪界4节目组再度邀请他也是情理之中 取得一提的是 陆毅曾出现在皮革2的你妖阵容中 而他在妻子的浪漫旅行6中 确实也提到了这件事 所以有时候网传内容还是有可信度的 和田镇孙悦情况相似 正在参加再见爱人2的苏诗丁 有可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而且参加过我是歌手的他 有足够的实力登上浪界4的舞台 芒果的女主持人向来竞争激烈 而现阶段沈梦辰 晋梦佳 凉田 李沙明子和冯喜 是比较出彩的5个 除了沈梦辰外的其他4人 谁拿到浪界的资源都不足为奇 从外应采儿和契薇如果加盟浪界4的话 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毕竟陈小春和李承炫 已经联系参加了两次批歌 毕竟陈小春和李承炫 已经联系参加了两季批歌 这两位嫂子的呼声自然很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 契薇在今年10月底才官宣了二胎得子 身体恢复情况可能会影响他最终的决定 他应该是名单中的变数 普人是意外之戏 浮原爱有争议 弓琳娜被很多观众视为是国家队的选手 所以他如果能加盟浪界4的话 绝对是意外之戏 能给唱越舞台带去更多可能 弓琳娜并不排斥综艺 而且参加过说唱听我的这样的说唱节目 他完全有可能加盟浪界4 而且他本人很喜欢跳舞 黄佩瑜是目前最成功的京剧女老生 他如果加盟浪界4的话 更多是和节目组的合作 一方面弘扬京剧国粹 另一方面提高节目的利益 曾黎 杨成林和苏运营三人 以踢馆身份参加过浪界2 但当时只有杨成林踢馆成功 并最终成团 他如果能再度以常驻身份加盟的话 将弥补很多观众的一难评 体相近些年的焦点 通常是前夫王岳伦和女儿王施灵 堪称狗血的婚姻大大损害了他的口碑 很多人似乎已经忘了 他曾是湖南卫视的一介 他如果加盟浪界4 也算是回家了 福云爱虽然是最受我国人民喜爱的日本运动员 但他出现在浪界4的名单中 还是引发了争议 因为节目组如果希望有一位运动员参赛的话 我国这么一个体育大国 难道找不出一位优秀的女运动员 两位舞者值得期待 孟庆长有望爆火 批歌中有刘家和李响这两位舞者 浪界3中有唐诗义和朱洁静这两位舞者 所以孟庆长和华潇一这两位舞者 出现在浪界4的名单中 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孟庆长05的执此轻率 曾在去年的央视春晚中备受瞩目和好评 线下演出一票难求 当时就已经被呼吁参加浪界这档节目了 她如果参赛的话有望爆火 华潇一和孟庆长都是古典舞演员 但她的热度稍微低一点 是舞蹈风暴2的四枪选手 也曾参加过青春环游记 取得一提的是 孟庆长和华潇一的颜值都很高 这在浪界4中无疑是优势 迅速圈粉是肯定的 粉丝之间有摩擦也难以避免 刘家和李响只成团了一个 唐世翼和朱洁静也只成团了一个 所以孟庆长和华潇一的结局应该也一样 综上所述 批者认为网传的浪界4名单 国民度够高 较前三季有过之无不及 如果新增的石景秀足够经验的话 口碑和评分有望赶超风神的第一季 浪界即将开始第四季 节目组寻求改变可以理解 但改动这么大 口碑其实难以预料 不少观众可能难以接受 当然了 七人芒果敢喊出开拓国产综艺实景演唱秀先河的口号 说明节目组还是有充分准备的 更何况芒果的实力毋庸置疑 只要他愿意好好做节目 相信不会让观众失望 推全新模式的浪界4 和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